溥仪孩童罕见就照 珍藏的玩具十分小巧 最爱的宝贝是他 爱心觉罗溥仪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动荡 一生坎坷 其实溥仪小时候也是非常可爱的 1906年 出生在淳秦王府 得到慈禧的赏识才得以登上地位 普惟普怡父亲在封 抱着的蒙阿是普怡的弟弟普洁 普怡则乖巧站在一旁 普怡登基的时候还不满三岁 因为年幼的原因 由父亲在封代理朝政 普惟普怡小时候的罕见老照片 蒙阿以为年幼的普怡也是有喜欢的小玩具 也是一项主要的宫廷活动 图为七巧图和一只图保存的非常的好 木狮子放在今天也是孩童喜爱的玩具 还可以用来观赏 童前边狮子的做工十分的精强 小朋友一看就非常喜欢 八音盒也是晚清时期的稀罕物 盒内设有八音装置 左侧有上弦用的扳手 右侧有两个剑 一为开关 二为定了剑 翻顶机器 人是十九世纪有把握制造的 由于商部寄开 西洋玩具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构入宫中 车剑收藏的小玩具也只是其中的一样 万家家酒的小玩意儿 只能说皇宫还是财大气粗的 就算瓷器摔碎 也能马上签心的 1924年11月5日 冯玉祥下令退出轻世拥戴的福利 皇室成员必须三个小时内把美子进城 末代皇帝普遗的随身将 只放了一件宝贝 这件至宝就是乾隆田房三连印 由三枚印章组成 普遗十分喜爱 一直放在自己的身边 抗美援朝时期 很多人都为志愿君捐钱捐物 普遗为有将这件随身宝贝建了上去 现在这件宝贝成为故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团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